近乎梦幻般的夜晚 向所有的观众道一声 晚上早 赛前的准备工作 之前我们看到了 是非常的完美 比赛相信也是非常的完美 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完美 我们随时为您播报两队的消息 两队你看 真是这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我们内心也是充满了期待 这也是足球最新人的地方 天气好 观众热情 球员之夜 太完美了 这场比赛的主角会是什么样的 话不多说 现在双方的较量正式开始 中国对阵日本 看打破永远 身体优势啊 这点让对手很吃亏 他找到了房间的破绽 好机会 球出了底线 不想要穿着房间 别能抢到球呢 出销很吉时 对方不得知道问题而他不得解决问题 大火永远 皮球来到他的脚下 中国反应很迅速就地反甲 就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脚下 一次长途奔行根本就停不下来 他是不会今年失败的人一定会全途出来的 现在应该迅速游手转弓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我看好像是越位吧 对 是越位 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 队转本降重新进入境沟 保守队员把球解围了 他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 漂亮的直升球 球上的他脚下 他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 中国方位方的任何一次中途转强的失误 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 中国处在面前 1.0 尽管替护其没有没有表现出什么激怒的情绪 但是他们肯定在新冬安息 因为这个进攻是他们期盼的 今次进攻法 你这个进攻就是 每一次都立了 战斗 今天我的战斗 我想面对这样的船球后防线难免挥动和破绽 这个船球应该为他们敲响和尽忠 现在无人持球 漂亮的抢断它就像一道屏障一样 传球很有穿斗力的传球 抛开结果不述 看到有球员这么冲击防线真是让人幸灾乐祸 根本不可恨 机器人员与机器组的机会很小 最后积极不见 大脑肉组 今天蚂蚁年 台积月 有景 啊 犯规了 给了个面一球 大力鸿门 我想这个不难理解 在快捷色务比赛的重压之下 团员需要一手间做出决定 有时甚至会做出错误的注定 我相信团员很有能力 努力的能力 打破永远拿敲 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 好的 进入了四分钟的精神变化 团队只有目前的差距 完成任何人陷队 高级 看着上半场高过的时刻 再做一下子接近 上半场给您老人家的印象是什么呢 他们在队中的快速本地主先丢一球啊 但是先输不叫输 后输才输出啊 下半场比赛 我觉得比赛胜出还很难说 只要调整啊 合理的调整 中国现在要高兴一些 上半场结束 他们一定领先 好的 欢迎继续收看 现在比赛的下半场刚刚开始 中国还应该像一拟一样 坚持自己的打法 这个时候球阳岸专注的是 四毫五分滑松 这次抢掉非常关键 弹有又多 双方就缠在一起 球丢了 来起 来起 把整体把球抢了回来 球无人控制 英国还在继续 还有动物 一开始有时间要读音 不过最后被压得很紧很难处理 还应该转点船寻找配合 想要穿着防线 一个舌尖上的抢断 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 球现在没人拿 谁能先抢到呢 他能击脚吗 他试着看起来像犯规 裁判给了任意球 这次机会不容错过 正好在射门范围内 中国得到了一个扩大比分的机会 他将来一个直接的 这叫射门哈 有些水准 如果他想做得更好 就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 和把握实际的能力 刚才的脚法不够合理 所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 球被对方拦截 乌乌而反 7球打翻 令人来以置信的步骤 这是角度数般的步骤 他平均惊人的反应效果 发现了心情 这双门的反应 球在大牌楼抢 球继续控制了 开始先抢到 进攻很有质量 箭入加净 梁冠,我觉得这样的进攻才干净的 要给对手施压,就不是这样的 刚刚我完整了 人家大脚长转 在外面上哨了,不许吹的是越位 人家大脚长转 在左边路打得不错,看他能够6号这次机会 这球肯定会被门将得到 台起运 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可以放松去千阳 不过一旦失去球权,还是非常的危险 看爸爸有引 选择射门 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 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 这个时候复位也必须顶下去 有机会打反击 这个平价动作不干净 给了这一球 差一点就破门了 漂亮的抢断 它就像一道屏障一样 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 没必要太保守 这种形式下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生 张罗无数是飞 八角动作 精彩的包装 不错 能将这次舞蹈体现了它的身价 经历过这次险情 他们一定会让球远离危险区域 刚才的情形球运们一定吓坏了 身体优势啊 这得让对手很吃亏 想象球转移到了前掌 最没有办法 被吹得越位 可无奈 我看它是我们已经打的 其他人 你只能帮助 尽量的 我从前掌 尽量的 我从前掌 尽量的